來來來,同心大家好,來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主題,就是說 如果說未來,因為最近 我們這個世界有大部分的衝突 包含這個俄羅斯對烏克蘭 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事情,應該在 要一年進行,入冬以前,應該可以解決 大概九月份 九月份應該有一個,大概有一個結果 五月份,因為五月份打到現在又吃不下去 你又認為他還給三個,他吃不下去 他也是吃不下去 各位,我們說事情我們看頭,我們就要知道 烏克蘭在這間的反擊戰裡面 看起來好像比較贏民一歲 他有但不然比較贏民,他的資料還堅持下去 到日當時 電動局勢對他越有利 你知道嗎? 這名五月份,你在那五百年 你整個都吃不下去了 你本來你說,我一個禮拜 我就要給他幾乎吃下去 這又沒有 現在都已經負責三個月 現在還給他一個三個月 這個局勢,我告訴你 就不是五月份都想的了 而且現在烏克蘭也進入反攻階段 所以,如果叫這個局勢又繼續發展下去 差不多在那日當進行 因為在五路四亞差不多九月份就開始結兵了 烏克蘭跟五路四亞都九月十月就開始結兵了 那時候呢,戰經也差不多要全部都結束了 看天在那邊的戰經會很慢 很沒效率 所以齁,差不多就是九月 所以 看現在的結果來看 做一個沙盤 叫我們現在的局勢再推延 俄羅斯應該會和談 他應該會和談 到底和談是怎麼樣 應該是對於烏克蘭比較有利的部分 甚至如果說烏克蘭比較好運 連克里米亞都收回來 齁,可能連克里米亞都收回來 齁,其實這個也不一定齁 大家看著辦齁 反正齁,你看這個時間過沙益 對烏克蘭應該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五路四一定用三個月時間證明 他吃不下去了 三個月就吃不下去 還有一個三個月也吃不下去 好 這樣這個五路四齁 他現在的身材都被拖在歐洲 拖在烏克蘭 所以五路四現在齁 沒有那個身材來處理 官黨的問題 齁,你知道齁 五路四沒有那個身材來處理 調生問題 但是我跟各位說一件事齁 齁 那烏克蘭的局勢 如果處理了他 五路四反過頭 齁,你知道齁 跟中共合起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齁 可靈齁 你知道齁 可靈的補法衝突也不一定 齁 齁 我們來講我們 萬黨這邊 萬黨這邊齁 會發生戰爭的地方齁 其實 這兩個 兩大集團 撞起來的地方 在那撞起來的地方 一定是在那條線 條線絕對走不去 待會給你分析為什麼 所以我跟你說齁 朝鮮到今天 仍然很危險 條線我跟你說齁 到今天 仍然是很危險的 嘿 而且 朝鮮戰爭 一旦開打 會死很多人 相反都會死很多人 齁 他比台海戰爭齁 更嚴重 十倍以上 台海戰爭 很簡單 打海空軍而已 海空軍還有飛彈 還有資訊的戰爭 這樣而已 很快就結束了 可能三天 一禮拜裡面 你海空軍打完 你就結束了 齁 你什麼人贏 什麼人輸 其實都決定好了 齁 啊總的啦 你如果說在 台海戰爭 我們被拚勾過 美國跟日本 我們贏的 美國日本 台灣這邊 是我們贏的 齁 絕對是穩贏的 齁 不可以說輸的杜利 差不多是我們贏的 齁 那就是鬥電鈴槍 也打起來才贏 啊 所以我跟你說齁 電腦 我們這裡電腦比較安全 台海電腦比較安全 因為 阿公我知道他打台海 他就我們贏的啊 你知道意思嗎 他也有輸的啦 他絕對不贏啦 當然會造成最愛 但是我告訴你 他也是不贏 啊他不贏 他要打這麼多 啊打下去之後 中國 的經濟 整個都放鬆起來 齁 這樣對他是 非常的不理 齁 但是我跟你說齁 我今天就說 我們這個 假設就是說 中國跟五路斯 不關如何 要打破美國的戰略 戰略 戰略封鎖 為他一條囉 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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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可能啦 可能會 去過去的地方 就是條線 就是朝鮮 因為以前 發生過一件 齁 我們以前 有 我記得我們 對歷史的事情 我們非常注重 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在現在 甚至在未來 還有很多的機會 還會發生過 還會發生一件 因為 那有 歷史的這個 慣例 齁 那有 有一個 實事的力量 那 不是說 你想要去做改變 就做改變 我們說 台海 為什麼七十年 阿強都 不敢來 拿我們台灣 什麼樣的原因 他拿不來 不是說 他不想 即使他拿不下來 這也說 當初 為什麼 中國民黨 他們 那些人 要求來台灣的原因 因為 有一個 台灣海峽 跟台灣島 這個地形 實際上來說 我們說 異所 比較好想 台灣島 實際上 你把它做一個 冰國 比較好方向 我們說 台海 為什麼 比較不會變做主要 建定的原因 我也要在這裡做一個說明 其實各位 你都不用走 台灣算很安全的地方 在我們島上來說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台灣算安全的 台灣算安全 我說一個 在第二件 世界大前的一個案例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台灣是安全的 我們第二件 世界大前進行 台灣是由安藤立志總統 就是 日本的 台總統 在做風修 台灣那時候的軍隊 因為日本的軍隊在我們台灣 加上我們台灣的朋友 差不多有25萬左右 在風修台灣 由安藤立志總統 就是要前壞進行 有20萬 20幾萬的軍隊在台灣做風修 他風修就是 劈免 美國的軍隊 回到台灣 但是那個時候 在美國 英國自己 你開火 因為美國那時候叫做 跳島戰術 跳島戰術 我一個島 一個島 逐一 把它收復下來 然後 最愛 我要職工 日本的本土 所以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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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 這個地方 塞班 跟關島 塞班跟關島 是美國 中太平洋 跟南太平洋 最重要的一個 戰略基地 但是那個時候 日本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 跳島戰略 他第一個 四位地方 就是塞班 跟這個關島 塞班跟關島 就是 美國跳島戰略的 第一個戰略目標 當這個 塞班跟關島 拿到了 美國 他把目標 放在哪一邊 我們來看 關島 在哪裡 關島 我記得 在台灣的 東南平 差不多 在菲律賓東平 差不多 兩千公里的地方 在台灣東南平 差不多 三千公里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關島跟塞班 南平是關島 北平好像是塞班 他們兩個合起來 叫做 馬里亞群島 你知道嗎 這兩個是 他要 西太平洋 最重要的 兩個重要的島 你只要控制塞班 控制關島 你就可以西太平洋 差不多 但是 你把塞班跟關島 拿到之後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麥克阿蘇 用的就是跳島戰略 他就跳到哪一邊去呢 他就跳到那個什麼 他就跳到 星級內 然後從星級內 那邊反攻 然後配合 這個關島 跟塞班 他就把 菲律賓拿出來 因為 麥克阿蘇 我講過 我要再回來 菲律賓 他那時候 麥克阿蘇 在有 日本的軍隊 因為 菲律賓以前是美國的一面對 所以 麥克阿蘇在做中毒 你知道嗎 麥克阿蘇有一段時間 我們在這個 這個什麼 在差不多一九四一年的時候 他在 這個 菲律賓要做軍事總督 哦 負責菲律賓所有的房屋 結果 他把這個什麼 跟他本間亞情的那樣 把他抗 跟他什麼 馬來之虎 啦 派十幾萬的 部隊 跟麥克阿蘇的軍隊 在那個菲律賓裡面 把他 抗出 抗去哪裡 抗去歐洲 啊 菲律賓就 扣日本站而已 啊 日本站而已 菲律賓之後 最後就是 美國要反攻嘛 啊 反攻才有這個 跳島戰略 啊這個跳島戰略 我們講的第一戰就是 關島跟賽班 關島跟賽班 關島賽班 拿到之後 要第二個戰略 目標是哪裡 齁 就是這個 菲律賓 菲律賓算第二個 啊 他菲律賓 馬卡薩也叫 他的浴索說 啊我回到菲律賓了 我收復菲律賓 我光復菲律賓 齁 菲律賓還叫美軍 怎麼回到他的戰 啊 日本的軍隊就給他抗出 齁 啊 但是我告訴你齁 在菲律賓那個時候齁 就遇到一個選頂了 那時候在菲律賓 那時候在菲律賓的時候 因為菲律賓很近台灣 啊 馬卡薩是建議說 我要派軍隊 齁 要來打台灣 但是那個時候 大家開 開火之後 會 結論是怎樣 打台灣 美國拿不下來 你知道嗎 連美國自己說 我可能拿不下來 准拿下來 我的身份很高 我可能要吸差不多一、二十萬 我可能 美軍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最少要吸十萬的人 才拿得下台灣 他說這個成本太高啊 你拿這個台灣島齁 成本太高了 齁 啊 這個美國自己本身的賓國是說 可能拿不下來 第一個 拿不下來 第二個 即便拿得下來 成本也很高 還有時間也很長 時間也很長 等於說我們的戰爭會再拖 你聽什麼意思嗎 這張太平洋戰爭會再拖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個 美國你好像是參謀長 聯繫會傳 你開 開的時候 就對台灣的結論說 台灣不要打 台灣不要打 各位你看 連 那個時候 世界最強的美軍要吃台灣 就吃沒什麼下去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是 美國自己的戰略會 現在那個 紀錄都有 紀錄都有 他說台灣要把他拿下來的難度很高 齁 代價會很高 齁 連美軍那麼強的 齁 他要拿台灣 他自己就賓國過 我最少要四十萬了 他說的是四的齁 啊 上的勒 齁 上的 還沒算勒 還拿下來 還拿不下來 還要說 還未定勒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還看反抗力量到底強還沒強 齁 聽到嗎 所以你看 連美軍齁 這麼強的美軍要拿去台灣 他自己就賓國 哇 我會死這麼多 上下 開會結論 台灣按下 台灣就跟他奉扎就好了 不能去跟 不能派民旗 奉扎而已 奉扎就好 齁 齁 讓他癱瘓就好 齁 但是 不能去打台灣 因為打台灣 西雄也很重的 這個美國的蘋果是對的啦 所以本來在菲律賓本來 馬卡莎他自己的蘋果是說 我要來打台灣 但是人家後來開完之後 割他這個案子 台灣沒打喔 台灣沒打之後他 就直接做繞道 繞到哪裡 繞到沖繩 繞到沖繩 所以那個時候有兩個決議 是要打台灣還是要打沖繩 想要 美國的割餘 那個美國總統朗英這個參謀長 連時會割餘後要打沖繩 台灣才閃過 啊為什麼台灣閃過 因為台灣很難拿 你聽我嗎 連美國來報自己在平衡 說我這麼強的美軍要拿台灣 我怪市場幾十萬人的 還不一定拿下來 所以我說 台灣證明說在 因為美國對台灣 怎麼會有詳細的評估過 要拿台灣真的有難度 啊我跟你說 連美軍要拿台灣都有難度 阿強要拿台灣 近加國和共的難度 你知道嗎 阿強是什麼卡丘 那是要跟美軍比 連美軍這麼強要拿台灣 欸 欸 身份就很高 甚至說他賓國可能也不一定拿下來 萬一 反恐很強的時候拿不出來 所以台灣就說這樣 阿這裡去打沖繩 你聽我嗎 那個時候有兩個方案 到底要打台灣 還是要打沖繩 什麼 美軍的國際要打沖繩 所以這裡有一個沖繩戰利 這裡把沖繩 這裡打沖繩 那日本差不多10萬人都陣亡 10萬人全部陣亡 美軍死亡3萬 我 我只說的是死的喔 雙的不要說 你知道嗎 只怕沖繩就好了喔 就死3萬了喔 阿我們台灣是沖繩的10月大 所以他們的時候 美國自己賓國 我們去台灣最少要死10萬 他的賓國是對的 然後還不一定拿得下來 你懂的意思嗎 你應該知道我說的意思 就是說 要拿台灣跟沖繩的難度 拿沖繩比較容易 拿台灣很難 成本是10倍 你知道嗎 10倍 所以美國才沒有對台灣下手 才對沖繩下手 知道嗎 阿 我說這個紀錄都有的 因為我以前沒看過 他說要拿台灣 這個身份最高 阿所以直接打沖繩 聽好嗎 喔 喔 所以 你只看打沖繩美軍死3萬人就好了 阿如果打台灣他要死多少 我跟你說啦 30萬啦 齁 我也沒有黑白說的啦 他如果真的美軍在想 第一次台灣要拿 我跟你說阿 他如果沒有差不多10萬以上 我跟我說 他直接不會受傷的 所以美軍才沒有打台灣阿 聽好嗎 聽好嗎 阿這個 美國賓國過 哇 台灣是 一手難攻阿 很難強攻阿 很難強攻阿 你聽什麼意思嗎 你如果強要吃下去 吃不下去 連美國自己說 他就吃不吃下去了 連美國就吃不下去 你因為中國吃下去了 不可能啦 齁 我們先喔 確定說 台灣在這個局勢裡面齁 在中俄跟 美國中的這個對抗人中 我們台灣到底有安全還是不安全 台灣賓國起來 如果不要黑白做 如果正常這樣做防護 是很安全 齁 阿公也要拿台灣 不可能啦 齁 不可能啦 你放心啦 那嘴在那背而已 他就只有那個嘴在那裡 但是你要叫他 吃台灣 他就吃不下去 齁 南攻的一個狀況 這美國自己就拚過 臺灣的防 這個防衛力量 齁 你只要不要出口的狀況齁 臺灣是吃不下去 連美國要吃臺灣齁 我跟你說齁 這不一定有 真的要來強攻齁 其實也 不一定能夠吃得下來齁 齁 好 那臺灣 臺灣很安全 但是我跟各位說 一件的事情齁 啊挑戰 齁 如果說的挑戰 我們真的拚大 這就是我今天我們今天要說的 如果說未來 中俄 跟美國必有一戰的狀況之下 跟阿強人說 我們跟美國之間 必有一戰 我跟你說 主要戰場在哪裡 那會在 臺灣海峽 你想 阿強有這麼勇 齁 雞蛋要去碰石頭 那不可能 不可能啦 我今天阿強沒這麼勇 主力的決勝點會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中俄 我跟平庫過 也是在那中俄 因為中俄 以前打過 阿強我講到 在中俄打得不錯 在朝鮮戰場 他要得手過 所以阿強 如果說他要打 他要對美國 要交換 我跟你說 仍然是在朝鮮戰場 我跟你說 評估為什麼 朝鮮戰場 比較有可能 比較有可能 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 如果中俄打了 我跟他說 朝鮮是走不去 你相信我 我跟你說 一旦 美軍如果在朝鮮戰敗 會引發骨牌效應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 阿強如果 尊重要殺 要把美國殺到 用軍事力量殺到 一定是在那條線 不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的 所以 你只要正常法規 要跟你接 就很困難了 但是 條線的狀況 稍微不一樣 一數 條線 我認為 有差不多 有稍微的機率 會叫阿強 跟五路師 過手 所以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 東北亞的防務 我們不要只看台灣 我們要看全部 政府 我們很多東西 要看整體 不要只看台灣而已 還要有戰略眼光 他們叫戰略眼光 把你的格局再放大 把問題找出來 你為什麼要放大 把整體 把所有的狀況都看清楚 所以你必須放大你的格局 這樣就往上拉 你如果站在說 我是 我是中共的國王部長 我是中共的軍委主席 你為什麼要做骨牌 我 我 我告訴你 我今天 我如果是這個 中共的軍委主席 習 習近平 跟這個 他們的國王部長 魏鳳和 我要怎麼處理美国 我今天就站在這個角度 我告訴你 我如果要處理我打 一定打條線 因為條線 以前打過 打完還會殺 這是第一點 因為以前有條線的經驗 還有 在朝鮮半島上 他有一個 中俄的盟友 叫做北韓 你知道嗎 等於說 中國跟五路市立北韓 有一個 在那條線 有一個基地 叫做北韓 北韓 可以處理做什麼 人 人 人海戰術 叫做 趕死隊 你知道嗎 處理去動慶祭的 去消耗你的彈藥 所以有一個基地 叫做北韓 這個北韓 這個北韓 齁 你在想說 為什麼 阿強 跟五路市 要 培植一個北韓 要把它當作一個基地 人工如果有機會 買到這個 美國 對死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就打條線 你知道嗎 我就一定打條線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說 我們未來 中共跟俄羅斯跟美國 真的要打打 一定在那條線 條線 我告訴你 絕對是走不去的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整個東北亞的房屋裡 最危險的地方 是朝鮮 好不好 真的 真的是 條線 我跟他煩惱條線 因為條線 萬一打下去 我告訴你 那是 整個骨牌效益 骨牌效益 好像骨牌倒了 你第一張骨牌 居然倒了 我告訴你 他會一直這樣 我全部都倒下去 你什麼意思 那叫骨牌效益 我告訴你 我們整個東北亞 這個一個一個倒下去 你要讓東北亞都不會倒下去 在那第一張骨牌 你就要倒下去 我們在推骨牌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 你知道嗎 撞撞撞撞 第一張骨牌 第一張骨牌 我們第一張骨牌 如果倒下去的時候 第二張第三張 第四張骨牌 這樣倒下去 你怎麼算骨牌 你知道嗎 你看人家骨牌遊戲的行動 都從第一張開始倒 就連軟這樣倒下去 然後產生一個雪崩的效應 所以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中共 如果要處理美國 我告訴你 我一定幹不了 我百分之一百 從北韓動手 我絕對不會找台灣 因為找台灣 我告訴你 我就輸贏了 我打台灣 我如果輸贏 再換 再換我是骨牌效益 換我倒下去 我才沒辦法說 你打台灣勒 你知道嗎 我是阿強 我如果是 習近平 我是軍委主席 還是國王部長 衛鳳 我絕對不可能 當台灣勒 贏了 我如果打台灣 我如果輸贏 換我骨牌效益 換我倒下去 我沒有打他 他說 你說 齁 所以我們在想事情 我們用很簡單的去想問題 就好了 用簡單化去想問題 那兩個給你競 你要打對 你要打台灣 還是要打條線 我看 我也 我是阿強 我一定打條線 因為條線比較有贏面 齁 第一 以前打過 打了不錯 經驗 因為 有 那個 我們有勝利的經驗 中共有勝利的經驗 我 我今天站在中共的立場 因為中共有勝利的經驗 第二個 欸 中共在 中共跟 俄羅斯在那個北韓有一個小地 齁 那個叫做百韓 齁 這也是一個 贏面的地方 定義說他會提供 中俄什麼 嘿 支持 齁 然後第三個就說 咱會看到 朝鮮半島來說 他其實是比較不好防守的 他比較不好防守 齁 因為齁 那個在 北韓 那個 條線的地形 這樣 雖然他都是山區 但是他的山都是 南 南北 南北縱向 跟我們台灣很像 跟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台灣的玉山也是都 南北的 啊 這個 什麼 在南韓 他的山也一樣 全部都南北的 他沒有東西 都是南北 所以 在北平 翁 南平 有路 有很多路 齁 所以 變成說 朝鮮半島 本身比較難防守 你看 朝鮮半島 比較難防守 齁 因為他的 修路很多 他的路很多 齁 譬如說 你如果 現在要去 這個 索爾就是 這個 條線的 這個南海的漢城齁 就是這個索爾 我會說 那個路 最難防守 在北平 翁南平 最難防守 所以他的路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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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很難防守 朝鮮半島 我會說 比較難防守 只要你有材料過壓力 我說 從歷史以來 齁 我在看這個 條線的 例子 就說 你只要有材料過壓力 基本上 整個條線 整個條線都你的 只要你有材料過壓力 整個條線 整個條線 整個條線都你的 這是時間的問題 這是什麼 這是地形 這是地勢 這是地勢 吼 朝鮮半島 你如果說 真的有材料收到那個 壓力槍 吼 那個壓力槍 可以說 朝鮮最後一道防線 當這個壓力槍 你如果有材料過 基本上 朝鮮齁 沒有什麼天賢 他沒有什麼好守的地方 吼 這就是說 條線建定的 一個地勢比較壞的地方 他就不好防守了 吼 你記得朝鮮半島 其實不是那麼好防守 吼 比較壞防守 在立宿地理來看 是不好防守 因為他所有的山 雖然山很多 但是都 南北縱向 吼 有非常多的小路 吼 變成說 朝鮮半島 很難受 好 來 這樣你看結合 我們剛才說的這三點 你如果是說 這個 這個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中共的軍委主席 你說我 因為我今天就是 要保護美國 你知道我 因為我今天就說 我沒有要打壓美國 我就只要 保護美國 我今天就是 對美國很不耍 我純粹就是要報復 阿你吼 阿你報復 阿你要有 美國受到傷害阿 那個吼 才叫做報復 報復 就是說 我們哪有對方打好上 阿當然 我們打不死 但是我們不關注 我們要打好上 你知道嗎 齁 把他打傷 齁 甚至好一點看 可不可以把他打殘 齁 我們用這個 心態 我要做保護就對了 齁 阿你如果說這個 保護的時候 第一的最好的就是 條線阿 齁 所以我剛才把你評估下去 阿你就聽我說齁 其實 我們整個東北亞裡面齁 最危險的是 朝鮮 齁 真正是條線 齁 那我們再來評估啦 第二個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我如果是中共啦齁 我第一次打 我如果是中共要告分 這個 這個 美國和日本 我今天我要 我反正我不管了 齁 你不就是要報復啦 齁 阿你如果報復就是說 不管身份啦 不管成本 我今天就是要報復啦 齁 他如果要報復 一定找朝鮮啦 齁 朝鮮 有可能的過手齁 因為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齁 齁 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了以後 挑戰 獨立了以後 分成南韓到北韓 北韓是這個 索連你管的 南韓是美國你管的 齁 在那個時候齁爆發寒戰 齁 寒戰很簡單的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金正恩的阿公啦 金日成啦 齁 齁 在到這個 蘇聯跟中國的 跟中國共產黨的幫忙 齁 幫他做二十幾萬的 百韓的軍隊 齁 齁 北韓的軍隊幫他們組織 幫他們訓練 齁 在那北韓做一個騎機 在三十八度那裏做騎機 齁 齁 在1950年 的時尊 這個 金日成的 越過三十八度線 往 南部清列 往南部清列 齁 啊 共產黨 共產黨 首爾 首爾差不多 兩個禮拜就 兩個禮拜就丟了 兩個禮拜就丟了啦 齁 料一齁不到差不多兩個多月齁 齁 那個南韓的部隊就一直推 推到最後 今天我們這個虎山 差不多南韓 在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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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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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如果沒有補給之後你的軍隊就算了 所以百韓的軍隊這個馬卡莎人川登陸之後 他們才撤回去38度 之後馬卡莎的軍隊就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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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壓力將 打打壓力將那個 壓力將那個時候 那時候,毛澤東的抓狂,說我要報告美國 你知道嗎?報復戰爭,你知道嗎?就是我要來懲罰美國 就有一個人叫我抗美援槽 這個毛澤東的州差不多200萬的人民解放軍 跟上規隊跟上規黨百 這個200萬的軍隊裡面 有差不多總共100萬的炮灰 有100萬的炮灰 就是準備要做趕死罪,要去送禮 這些人都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的以前的殘兵敗將導航 毛澤東是因為這個人的醫藥還會反骨 我對他不放心 這個人送去朝鮮戰場跟美國做炮灰 這叫做抗美援槽 200萬的人民解放軍加上國民黨的什麼 那個導航的 就把他送去到挑戰裡 本來這個 馬卡薩一定打到壓力一槍 之後就叫這個200萬的武帝 趕死隊戰術 一槍到壓到差不多三十八度 三十八度 那最好買 因為他們的兵也死得差不多 阿共的兵 人海戰術也消耗到差不多 實際上抗美援槽 他們這個中共 像他們自己的評估 保守估計 他有差不多 刺差不多六十萬 我其實不刺 其實刺超八十萬 就是有兩百萬的這個 人民解放軍裡面 有總共 差不多一半人都沒辦法回來 將近一半人是沒有辦法回去的 刺八十萬 阿還有二十萬人失蹤 所以等於說 那個人民解放軍裡面 差不多等一半人 阿這個國民黨 差不多在那 都死了之後 都做炮灰 所以你用去看 這個什麼 這個韓戰 韓 其實我告訴你 韓戰對國民黨很像 國民黨那裡 導航的 全部都死了 所以國民黨 要反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的這個 在那個這個什麼 在這個中國 裡面的這個有生力量 算是你做內斤的力量 就沒了 叫毛澤東送去 朝鮮戰場 都把他拌掉 做炮灰 我告訴你 這都是真的 阿所以這個 靜民說 你看 阿共也得手過一次 他如果說 我如果把 百萬大軍 還是兩三百萬大軍 在那 朝鮮半島 集結攪去 是 可能可以造成 一定的傷害 對美國跟 條線 會造成 一定的傷害 可能會死幾萬人 也會死幾十萬人 也會死幾十萬人 也會死定 因為以前 以前發生過 現在也還會發生 如果 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還會發生一件 所以我今天仍然在評估 其實 美國如果要防衛整個東北 來講 他要把主力 放在哪裡 放在 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 到今天仍然是最危險的 其實美國應該加強 朝鮮半島的防務 朝鮮半島還是很危險 其實 美國只要加強 朝鮮半島 那朝鮮半島 只要賣到 這樣阿公也要殺 我告訴你 他就沒有著力點 他就沒有第一張骨牌 你知道嗎 他沒有第一張骨牌 他就殺不到 哇 這怎麼殺都賣到 他怎麼殺都賣到 他怎麼殺都賣到的狀況的時候 他就不敢發動見證 因為他找不到著力點 他不知道打哪裡 哪裡都很強 而且他本來最有把握的地方 他變作他都沒有把握了 你知道嗎 其實 中共跟俄羅斯最有把握的地方 仍然是在朝鮮 真的阿 因為這個 中共跟俄羅斯他們的軍隊 他們屬於那種 陸戰型 六戰 他的六戰很強 但是他的海軍就沒辦法 他的海軍就很爛 然後他的空軍就普普 其實也不怎麼樣 但是 也有一定的傷害 但是他的六軍最強 他的陸軍就比較強 他的陸軍你就不可以開玩笑 他的六軍也還算強 最沒有他有 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用這個人海 我用人海戰術給你拚 阿我的主緣這個 你知道嗎 吼 我不怕孫勢 所以 這個中國跟俄羅斯 他如果要告分美國 要產生骨牌效用 第一個打的仍然是朝鮮 反正我的結論是說 如果中共阿 以後真的在東北的戰爭 開 如果中共跟俄羅斯這邊 如果開第一槍的地方 一定是在朝鮮 如果無意外一定是朝鮮 所以朝鮮是 我們整個東北 整個朝鮮 日本跟我們台灣 這樣來看 最危險的仍然是朝鮮 好不好 你只要看朝鮮就好 朝鮮只要不出事 台灣應該也不會出事 如果朝鮮出事 一定會連鎖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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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連鎖到哪裡 到東海 然後這個東海 出事的時候 會連鎖到日本 這樣整個東北就大戰了 所以你只要看說 一點 你看阿強出兵朝鮮的時候 我會說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我不會騙 你只要看這樣就好 阿如果挑戰又很安全 你放心 我們台灣也很安全 因為他要跟你打 他是整個都跟你打 他 不說只打台灣而已 不可能 他第一打一定是挑戰 所以你們各位齁 你們要把重點放在哪裡 放在朝鮮 你如果看到說 中共跟俄羅斯聯合出兵朝鮮 那不是開玩笑 那真的阿 那真的要跟你撞 阿 阿 阿如果我們台灣 海招這麼緊張 我會說都假的 阿 什麼樣的 因為台灣的防衛力量 其實美國非常地清楚 連我都吃不下去 你不要說中國你吃不下去 聽到嗎 各位 你我這樣分析 簡單分析 你剩下就聽到嗎 挑戰 你會選到阿強有機會 最不可以告訓美國 至少他可以教訓美軍 我今天就說 我沒有跟你打 我要跟你告訓 我今天我不會送 我要回家 你知道嗎 阿你回家 阿你回家 你也要回家贏的地方 阿 你不會說 拿你的軍頭 不去蒸酒頭阿 在台灣就像一隻酒頭 你不可能去蒸阿 你會蒸到軟的地方 都會挑戰阿 因為挑戰 以前 阿強跟蘇聯 又得手過了 因為我說的 都真的 所以你要注重立書 因為以前真的要發行過 真的齁 我 從我跟你說 那 麥克阿瑟再晚一個月 沒有仁川登陸 我跟你說 今天沒有南韓 南韓今天叫吞 你知道齁 你應該聽我說的意思 你聽到有沒有 如果沒有仁川登陸 你能去看齁 改變 這個南北韓 戰爭的 最關鍵的戰力 就是仁川登陸 美國跟那裡的盟軍 做 30萬大軍 從仁川登陸 就是在這個什麼 這個 朝鮮半島中那裡 那裡有一條河 叫做仁川 他從那邊登陸 然後把朝鮮半島讀作20 一條河 有這個北韓的軍隊 他的補給整個都回去 啊這個從 從 虎 從虎 從虎山這裡的包圍 他沒有辦法包圍 然後產生一個反攻的力量 啊這把北韓的軍隊 我趕回壓你吃 你聽到嗎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在那個時候 如果沒有 麥克阿瑟組 30萬的聯軍 從仁川登陸 我告訴你 今天沒有南韓 我記得有一部片 叫做仁川登陸 你會去看 那是決定南北海 最重要一部戰略 我記得那部電影 差不多七八年前 我演過 很有名 那個票房也聽說 在台灣也賣得不錯 我建議你去看 那些仁川登陸 你去看一看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我建議你去看 這也證明說 真的挑戰很危險 我今天跟他講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說 阿公啊 要把我們台灣 這個武統 全部都嫁 他如果 我告訴你 一件事 他如果會打 我告訴你 他帶就打了 他帶就來打台灣島了 如果他會打 帶就打了 啊 台灣島的這個防衛力量 我已經給各位做一個報告 連美國要吃就吃不下去 連你自己的賓國要吃台灣 我減要吃下去 也沒辦法 啊 要吃台灣是另外一個方式 即使要把台灣拿 拿下來 也不是沒有辦法 但是不能強攻 台灣不是可以強攻的 台灣要用餵的 台灣你知道嗎 台灣要用餵的 台灣要把台灣齁 吃下去 要跟下圍棋一樣 把他圍死 餵死 餵死 餵死後 所以他齁 自然我們沒有材料反攻 你就吃下去 台灣是要有餵的 啊如果 朝鮮半島不一樣 他可以強攻 把你吃下去 啊台灣你要強攻 沒辦法 你的思想很重 你也不常吃下去 齁因為台灣的這個 人家說的 異所難攻 這真的有 真的是 連美軍自己都有評估過 台灣齁 異所難攻 這也是說 現在他們的餵 殘兵拜 最好想要來台灣的原因 這異所難攻 還有美國的第七艦隊 你保護 阿公也要吃台灣 跟中華民國吃不下去 聽好嗎 齁 所以我說 阿公那幾槌 都要解放台灣 解放 用那幾槌要解放台灣 70幾年 怎麼不得手 沒有啊 他今天也沒辦法 好啊 那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台灣齁 異所難攻 齁 好 所以我說阿公那要 阿公那要打台灣 我說都嫁的 都嫁的 但是你台灣也是要把你 你 基本的防守要做好 齁 你也不能說因為要吃不下去 你這裡的東西都沒做 你也不能 你基本要做都要做 他要吃台灣真的有難度 齁 但是我說齁 朝鮮半島是不一樣的齁 我千交代萬交代 你如果看到朝鮮半島 你出火的時候 你要注意 那是全面性的 戰爭爆發的 那個點齁 阿我也跟各位報告齁 南北韓的戰爭是 停戰協議而已齁 停戰而已齁 他們隨時還會爆發戰爭的齁 阿如果下一次南北韓爆發戰爭的情況齁 他從朝鮮半島開始爬 你會看在那爬兩國三國都不停 阿兩國三國都不停 之後 這個黨海 你知道齁 黨海這裡也射掉了 阿黨海如果射掉了 我們台灣也射掉了 也射掉了 你聽到嗎 東北亞就大戰了 你聽到有沒有 你如果看到條線在爬的時候 我就說齁 我照我的平坑齁 三個月 台灣會捲住 這場戰爭 東北亞也全面爆發 甚至這個戰爭會一直延伸到南海 他要一直齁 遠到南海去 甚至到 整個太平洋 整個都爬起來 你聽到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真正的火 真正齁 我們這個世界這個 我們世界大戰的火 火藥庫在哪裡 在朝鮮半島 在朝鮮半島 是朝鮮半島 齁 所以我 以上也故意做報告 齁 你們只要抓到重點 只要朝鮮半島不出事 基本上應該 沒有什麼事了 齁 那朝鮮半島 如果不出事 因為他是 最容易被 推倒的一張骨牌 我像我講的 你如果站在中共的軍委 主席 你要去哪裡出手 你敢來真的來 拿軍頭不去鎮台灣 台灣吃不下來 沒那麼簡單 但是 朝鮮半島 欸 要救援美國 可能還會有機會 你聽到有沒有 齁 這是我 以上也故意做報告 所以齁 你們大家都不要說 黑鮮 阿公在那裡肥都不好 他說 要拿台灣這樣吃的 吃不下來 你說 美國的棒手台灣 也絕對不行 齁 美國絕對不行 台灣 台灣 日本也不行 聽到有沒有 齁 日本跟美國絕對 不會放棄 只要你聽到 我今天 說得不太聽了齁 你現在台灣 頭上那些 兩千三百萬人 都放棄抵抗 齁 你放心 日本跟美國 也會派朋友 幫你祝福 聽到有沒有 所以你放心 台灣絕對不會 等到 只要你台灣人想要等到 我跟你說 日本跟美國 也會把你勾到的 聽到有 齁 所以 台灣是 日本跟美國 是不會把你等到的 因為這有共同的 戰略利益 齁 阿 朝鮮半島 我就不認為說 那麼簡單 齁 朝鮮半島比較複雜 那朝鮮半島 一旦發生 發動戰爭的時候 美國一定跟 日本說 你愛跟我做起勁 所以 這個智慧隊 現在都在修法 都在修法 就說 這個 要把日本做鬆綁 要把日本的國王 預算要增加 原因就是這個 人工 最難處理的 最重要 朝鮮半島 所以這個 美國跟 日本 跟條線因 三個要去聯防 啊 主力要放在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 只要安全 台灣也安全 你記得 朝鮮半島如果安全 台灣也會跟著安全 你說台灣 如果很安全 朝鮮半島 就一定安全嗎 那不一定 那個 那個不一定 但是我看 朝鮮半島 哪安全 台灣也對你 緊到安全 這點我是確定的 所以我說 朝鮮半島的 這個防禦才是最重要的 齁 如果阿強我第一 我一定是 朝鮮半島 齁 只有這個 最有可能 其他我不會打 你說台灣我不會打 你說東海 東海也不會打 東海你說這個 沖繩我簡單喔 沖繩很困難的捏 沖繩其實也不簡單 沖繩都海空軍捏 美國跟日本的海空軍都在沖繩 你以為沖繩吃下去喔 你記得沖繩 的旁邊齁 他的周遭齁 至少有 差不多一千五百架的戰機 你記得沖繩旁邊的 煎頭機有1500架 你先打 你先打那1500架的煎頭機 才來講你要吃沖繩 你知道嗎 阿 那 日本 南韓 齁 跟這個 美國主要的 海軍在我們西太平洋的中心點 在外島的地方 齁 也是沖繩啊 所以 沖繩是 美國 日本 齁 這個什麼 海空軍的什麼 主要在外島的地方 所以這個 你說沖繩要等到的 也不可能 對於你把美國和日本的海空軍都消滅掉 啊我們台灣的安全也不是說我們台灣在國而已 台灣如果你叫阿強 打的時候 我告訴你 整個關島 齁 跟賽班 跟整個什麼 跟整個沖繩 甚至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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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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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九州 整個都會聯防 所以 我們 我們說的齁 台灣並不孤單 台灣 不說很孤單 只說 如果叫阿強打的時候齁 在這個 沖繩這個 所在的火靈機 會來 集完台灣 海軍也會來集完台灣 所以 台灣的軍事 力量不只只台灣而已 要加上美國和日本 在西太平洋 這個 什麼 沖繩這旁邊的 這個 海空軍的力量 我給各位報告齁 在 沖繩旁邊齁 有 1500隻的戰鬥機 這是美國支揮的 1500 1500架的 戰鬥機 就是 連日本國 連南韓 連台灣 包含 美國的戰鬥機 1500架 1500架 保守估計 盾子 齁 就是差不多盾子 就是艦艇 差不多3000盾 以上的軍艦 一支揮的對 300架 你知道嗎 300架 然後 所有的飛彈 齁 差不多加起來 差不多超過2萬顆 齁 你知道有2萬顆的飛彈 在那 沖繩旁邊齁 所以我說 你如果在那 沖繩 你好好去看這個 沖繩旁邊齁 火力佈置 你知道齁 你好好去做一個研究 你就知道說 哇 這家是全球最大的 軍事力量的 什麼 集中點 都在那裡 這家 建造機 1500架 齁 軍艦 300架 齁 就是3000噸以上的軍艦 300架 飛彈齁 超過2萬顆 啊 啊 村的炮火 軍隊都別說了 這家軍隊百萬大軍 啦 台灣的軍隊 2 差不多20 這個 南韓是60 日本差不多30 啊 美國在我們這裡 西太平洋差不多20 這裡加起來百萬大軍 齁 他連結我們台灣 連結這個南韓 跟連結什麼 這個 日本 也連結這個關島 所以 沖繩的戰略位置 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他的戰略位置齁 其實我說齁 飛 可以說非常要緊 跟台灣同樣要緊 齁 這個沖繩是一個很重要的樞紐 你如果在那 戰爭的時候 你就看到 哇 沖繩的用 整個用途這麼大 因為你齁 調撥所有的軍隊 調撥所有的物資 所以 軍艦跟飛彈機 都會經過沖繩海域 齁所以我跟你說齁 我如果是阿強阿 我如果要打 我第二個打的也是沖繩 我一定要把沖繩弄壞 沖繩把它弄壞齁 所以南韓的補給線在等掉 所以我第二個要打的是什麼 嘿就是 反而 我跟你講齁 沖繩比較危險 台灣反而沒有那麼危險 聽我說的意思嗎齁 所以齁 那你看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這個 這個防禦問題齁 不是只有台灣 齁 你要把整個這個東北都下去看 齁 你要看這個沖繩 齁 看這個南北韓 齁 看日本 還要來看台灣 還要看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佈地 就是 這個 關島 跟這個賽班 齁 你這個經濟整個下去看 你要看出來說 我們的這個 東北的防禦力量 我這樣經濟 把它做一個 平庫齁 齁 很安全 唯一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就是 朝鮮半島 齁 我仍然是擔心 朝鮮半島 因為我如果看到 朝鮮半島的 發動戰爭的時候 我說 阿死啦 我們整個都會架去 各位你記得齁 如果朝鮮半島 一旦發動戰爭 我們東北 包含台灣 是整個都架去的齁 我們這裡是全部都架到齁 齁 日本也架到齁 你包含 包含 包含 北方四島那邊也是戰場 齁 整個朝鮮不用說 包含 黃海 東海 齁 這個 這個 沖繩家 齁 還包含這個 關島跟 齁 塞班 還有台灣海峽 周邊 包含巴斯海峽 南海 整個都架去 阿這整個都架去 以後 中國的所有 這個沿海齁齁 他的這個 這個 當兵的沿海 全部都受到 受到千年 他整個世界大戰 聽我說意思嗎 齁 你想 想說 政經要發動 要在哪裡開始發動 你若是中共的領導者 你要從哪裡開始發動 齁 阿這個發動之後 他的連鎖反應是什麼 齁 我已經跟你講了齁 齁 你若看 如果看到 標線戰經在發動 我就說 我們整個東北一定都架去 這場真的是大戰 阿如果 朝鮮半島 如果沒有 炮我 你放心吧 都不會發 不會發 都自己嘴 在那邊講一講而已 齁 好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報告到這裡齁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也不是只看台灣而已齁 你要看我們旁邊齁齁 我們旁邊這些幾個國家 尤其要看 朝鮮半島 你若是來行的 你會去看朝鮮半島 所以齁 所以齁 你來看我們的新聞 每天都說 朝鮮半島的問題 有沒有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朝鮮半島 就是我們台灣的問題 阿你看一下 你都不知道 因為朝鮮半島 一旦有問題的時候 會產生骨牌效用 他會倒來我們台灣 阿如果朝鮮半島齁 這個 你知道齁 這個骨牌撞得住 我們台灣就安全了 齁 聽好不好齁 所以你們各位你看問題 你們要有一個格局啦 齁 我們要往上齁 爬到那個 齁 那個國家領導者的位置 齁 再思考這個問題 阿你就會看出來 你要從哪裡開始動手 齁 阿動完手 會產生什麼連 怎麼連 欸 就是整個連鎖 整個骨牌效用 你也要看出來 齁 齁 好不好 那今天都到這裡齁 所以你只要 欸 你們各位要注重 朝鮮半島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現在 中俄跟美國 現在還在均中 阿均中 就是齁 這個朝鮮半島 齁 那朝鮮半島 如果又平安 這樣就沒事 好 那今天到這裡齁 謝謝各位